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刚相处的时候彼此不了解 很多人呢却能走到最后 很多人呢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就彼此分开觉得不合适 其实人对人相处没有什么合适或者不合适 只有你愿不愿意 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 相处之道包含哪几种 比如说沟通 听 听是听什么 听对方诉说 当他说出来他的心声 通过你的倾听了解到他 当你互相了解的时候 你们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 而且呢你们相互理解了之后 了解了之后 你们就互相有了信任 一旦有了信任 你们相处会更加的容易 有人说我的女朋友特别强势 那么你们的女朋友为什么这么强势 为什么像命令一样的 为什么像命令一样的 不行这个东西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说了这个东西 你必须给我放到那上面去 才是安全的 为什么他说放到上面才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你说放在这个地方不安全 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你没有足够的让他信任你 如果他信任了 他不会坚持自己是对的 他会选择相信你 你说的是对的 他会听 这就是你们沟通没有沟通到位 如果说有沟通 沟通也分很多种 上下级沟通 平等级的沟通 还有命令式的沟通 比如说上下级的沟通 有些能说 有些不能说 平等级的沟通 平心而论的这种沟通 对不对 没有什么我处着你 也没有什么我能说 我不能说 对不对 我只要想跟你沟通 平等级我都可以说出来 去跟你沟通 还有一种命令式的 命令式的 不叫沟通 这叫什么 我说 你听 感谢思思 还有 互相理解 一般是有两个 从两个起点开始 什么叫互相理解 从哪方面 从一个时间上面 慢慢了解之后 通过时间 通过空间 给他足够的空间 给他足够的时间 彼此去了解对方 你们增加了信任之后 你们在一起 不会那么累 不会因为一点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去吵得不可开交 你再也不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不理解我 你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感觉到 为什么我做这么多 都是错的 为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为什么都不一样呢 不会像当初那样 因为当初你们喜欢 你们会包容 对不对 但事后你们的相处 需要了解对方 需要包容对方 需要相信对方 这样你们走的 才会更长 更久 其实更多的时候 做一个倾听的那一方 作为倾听的那一方 你可以了解到对方 他告诉你 他想要什么 遇到事情 一定要选择沟通 用正确的方式 最有利的沟通方法 去把这件事情 说开来 不要选择不说 不要选择赌气 因为赌气 不说 只会把你喜欢的人 推向别人 懂吗 你只会把你最爱的那个人 最喜欢的人 推向别人的地方 比如说 赌气 和争 和吵 都是一样的 不要什么都去争 因为你跟爱人争 争完了 没爱了 爱人就走了 对不对 你跟亲人争 争赢了 亲情就散了 你跟老板争 争赢了 你被开除了 你跟客户争 争赢了 客户走了 你钱也没得赚了 谢谢 谢谢思思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需要什么 有很多的交流 比如说 语言上面的交流 态度的交流 眼神的交流 我们通过很多种方式 可以去交流 不一定非得要 怎么怎么样去 对不对 比如说 眼神的交流 我说那个 你不能动 你听到没有 对不对 这个很 态度 很不耐烦的 一点点耐心都没有 比如说 亲爱的 这个东西不可以这样去做 那 我做一遍给你看 你看我这样做的好不好 那如果好的话 那可不可以采取我的方式方法 对不对 这是一种商量的口气 还不是一种命令 你想起我 我会好